的人,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语读的制造相同,就可你知道他是否真心的,32点人生的生理,只是躺在心感如位之中,33点读指导的人,印发香水是读慧香的, 33点读指导的人,是来恶于真才实现的,有得恶然像,原谅别人,就是给各级心中留下空间,以便回旋,当时负典之后,有什么关系三求道,是求什么四求道,对我有什么好复古,具备什么小鲜财, 和几周道六求道,对我的生活,有什么影响,低道的宝贿,有什么信正义和会,天天大道,天天大道,又见谎话, 我们若记得去观察,心跳开悟之后,38点白白的若一天,无苦之事,就像犯了卸道罪一样,39点广结众缘,也都有一定的法则, 我们若记得去伤害任何一个人,四十点醒目是回望最好的答复,四十一点对人公正存在,就是在高原理各地,四十一点对人公正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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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算命违 Epips Sound 四十一点对人公正存在,四十点对人公正存在,四十一点对人公正存在,四十一点对人公正存在,四十一点对人公正存在、四十一点对人公正福利益 我们只是一环零妙子,无先不弃不忍,也没有预言和文字,所以我们只划以任何预言文字或真律来形容它,不大道无名常为了十佛。 我们只是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来代表它,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,早就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 这万事万物之中,使一切的自然献像军门文献和鞋有条无关的韵战,这就是人的妙容。 为他人着想,这个就是可悲。 我们虽然无十二点说话,主要有攻击性和妙容,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。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,恶交圣人应允实的,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无点, 因为当时天使利益众生的根系,留下千亏千万点,穿下诸多气色,有善的修饰法。 在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连上云云众生,认识了云云中,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, 或称为上帝,或称为道华,或称为天主。 我们称其为道或福生都好,均是一名而同意。 我们被道有了身一层的认识和体育之后,就会了解。 天使能拥有这件东西,如果您很放手,您就不必会选择别的, 不必会选择别的观念。 为天、门、万、教的宗圈头,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 而上帝能够早点不止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,更是天使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。 由于最高主宰,其宇宙天永恒,无变的天使之道。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调解什么是天天或人行。 不只找到了一个大脚门的最高信仰中心,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。